哎,太大了,我这个马行精后演员怎么办呢? 你念经了没有啊? 我在念了。太大了,我在念了,修理心灵发门了。 我们从去年都在学了,他都扑上保药,我打成了。 哎哟,你看我这个马行精后演员就像那个鱼翅躲在里面一样的, 好了,我还有一小点马出去,拆着马路了,拆着,能不能救救我呀?拆着。 你杀生的时候,你这个鱼,鱼在跟你说,那些动物在跟你说救救它,你听见没有啊? 你过去年轻的时候有杀业,人家叫你救救他,不要杀他的时候,你听见了没有啊? 我没有杀啊,我从小我都没有杀啊。 你在讲。 你自己想一想。 你从小就是,你现在讲话,我告诉你胡法神都听见的。 你自己的杀业这么重,你还说你没杀过? 我杀过了是吧? 你问我啊,我是你还你是我啊?你现在还不好好忏悔啊? 我就是每天都在忏悔啊。 你没杀啊,我告诉你就是杀业太重啊,晚年受报啊。 不是啊,我是今年四十三岁,学老虎的。 你四十三岁,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年纪啊,讲出来的声音像个老头子,你听得懂吗? 就是漫人就回来了,就是被卡在里面了。 这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杀业,听不懂啊? 哦。 哦哦哦哦。 钓过鱼没有啊? 我没有钓过鱼,我是要给妈妈,妈妈杀业的时候,妈妈叫我给他丢着那个鸡板子。 好了好了,这个全部都是的。 你妈妈杀鸡,叫你把鸡板子抓住。 啊,对。 那么你不叫帮凶啊,这不叫杀业啊? 知道,知道。 你知道抓住鸡板子的话,人家这鸡动都不能动了,你妈妈一刀上去。 你看看你妈妈有什么好结果,你就知道了。 他咋说啊,能不能,啊。 只能自己救自己,像你这种病只能自己救自己,好好念小房子啊。 太大了,不能给我看啊。 我打了,打了几年都打不进去了啊。 我不给你看,不给你看,我怎么知道是,身上有,有那个那个,杀业啊。 身上有杀业是吧? 你还要看呐,看什么啊? 你杀,你这么老实,你杀过的东西很多,你连蚂蚁蟑螂都杀。 喂,听得懂吗? 你看,护法诚都把他电话都卡了。 我都知道,护法诚根本不让他,啥业这么重还没杀过,开什么玩笑。 看见了吗?把他电话就断掉了。 一个人首先要忏悔才能改变的。 不忏悔能改变的? 不忏悔,不忏悔,连机会都不给他。 我没杀过。 我还看见他刚刚,还看见他杀甲鱼啊。 后来他妈妈身体不好的时候,他为他杀甲鱼啊。 真的。 一个人生啊,不能做错事情的。 做错事情后悔莫及啊。 我们人就活在后悔当中啊,一辈子后悔。 这个后悔,那个后悔。 四十三岁,你听的这声音像七十三岁。 报应还不大,话都没什么好讲的。 我还真把他卡掉了,我告诉你。 唉,就怕他没挂。 啊。